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这种动感十足的PPT创意人物介绍页面 首先我们新建一页幻灯片,然后右键打开设置背景格式选项 然后选择渐变色填充将背景设置为我们需要的渐变颜色 然后将准备好的图片填充到页面中 对于这样的人物介绍图片我们可以将人物照片进行适当的放大 这样制作出来的人物介绍页面会更加具有视觉冲击感 然后在页面的下方绘制一个矩形 将人物超出页面的部分,使用布尔用算进行裁切 接下来在页面中插入准备好的英文短句 然后打开SLED插件,选择设计工具 将每个英文短句都转化为实量图形 适当调整文字的大小 选中文字,打开SLED插件 选择设计排版中的矩正裁切 将横向数量设置为1 纵向数量设置为3 对文字进行裁切 对于剩余的文字,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裁切 裁切完成以后将文字一一进行组合 这样操作的原因是方便我们对文字整体进行排版 选中组合后的文字进行大小的调整 然后与人物进行重叠排版 排版完成以后,为了方便后期的操作 我们可以点击开始,打开选择窗格 然后将人物照片暂时进行隐藏 接下来将所有的文字组合进行拆封 拆封完成以后,我们对文字进行适当的调整 产生错位 对每一段文字都进行同样的调整 调整完成以后,我们选中任意的文字形状 右键打开编辑顶点 然后对文字的边角进行拖拽 做出文字切割的效果 其他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操作 当所有的文字效果制作完成以后 我们在选项窗格里面将隐藏的图片再次打开 这样我们就制作好了人物与字体交叉的部分排版效果 接下来我们将准备好的其他文案放置在页面中 这样一页动感十足的人物介绍页面就制作完成了